大家好,我是狼神 那這集我要來跟各位狼神 就是我這集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建立的這個救世組織的陽明企業到底有多少員工呢 那我們現在馬上帶大家去看我們的員工 那我們的員工有很多的員工都快要到樓下 那我在樓下去接他們 這時候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很神奇 他們覺得說你們陽明企業只是在經營Youtuber而已 或說你們陽明企業可能只是做一些小東西 為什麼說我們員工的數量可以到那麼多 感覺好像是演戲的 那我就說這不是個演戲,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說我們有很多的員工 其實有一些員工他們是不是不收錢的 為什麼是不收錢 就是我不用給我們員工的薪水 就是我們員工也不接受我給他們薪水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是一些小朋友嘛 那小朋友也不缺錢 也不需要這些錢 所以說他們就能夠快速的加入進來 那如果說你們各位觀眾朋友們 如果說你們是大人的話 那你們也不用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陽明企業正在努力了 所以說你們就先等待我們一下 我們這些東西都是有在計劃 完全是按照計劃去實踐的 所以說等到我們成功的時候 到時候月薪十萬這個也是會慢慢去達到 所以說大家不用擔心 那時候呢可能很多的觀眾朋友們 或說如果說你們是比較大人的話 就你們年紀可能比較大 你們已經出社會在工作的話 那麼很多人可能就覺得說 欸為什麼說我要浪費時間來到你的公司去工作呢? 如果你講這句話也是沒有錯 因為說我們如果說大人的話 我們可能也是要養家 可能也是要自己也要有生活費之類的東西 這些東西也是需要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呢 我們陽明企業呢不是一般的企業 我們完全是遵從本性 認識自我去覺醒去修行的 所以如果說如果說你願意來修行的話 你們都是可以加入進來的 那我就也知道說有些人呢 對於修行覺醒解脫之道 或是精進修行 或是說每天都在專心的修行 這件事情是很難做到 因為那可能沒有錢嘛 所以說我們也是在慢慢的努力去轉變 我們能夠一邊修行一邊賺錢的一個方法 我們也會慢慢的去實現它 大家知道說為什麼說我有那麼多的員工 像是大家剛剛看到那兩個員工 他們都是只是大概也是才16歲而已左右 那所以說我的員工有很多員工都是16歲而已 那為什麼要娶這個年紀比較多人呢? 那其實主要原因也很簡單 就在於說呢 那他們講嘛 我就跟他們每個人就是說啊 我們要有想像力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讓我們想像力 而且我們計劃的東西都能夠實現 所以說錢的問題不用擔心 錢只是小問題而已 重點在於說專注當下 專注現在 你現在要不要修行 你現在要不要付出實踐 如果說你能夠付出實踐的話才能夠成功 那很多可能會有人就想想說 那中央聖人呢 為什麼說我們要浪費時間在你公司 然後薪水又不高 然後又沒有薪水 然後又要修行呢 那你的主要工作到底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說我們一定要浪費時間等待你呢? 那我就說你的這個觀念或是這個想法 已經大錯特錯 甚至有智慧的人知道說 我們要把握當下 當下實踐 這樣才是真正會成功的 不然說 你一直想 想著後面你要去找工作 那你找工作你也不一定找得到 那只是妄想而已 我才說我所走的 這個無上的真理 決心解脫之道 我們的重點在於說專注當下 我們當下就能夠實踐 我們要實踐當下 這樣才是真正能夠成功 才是真正能夠決心解脫的一個方法 那邊也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們 都能夠好好的一個支持我們 希望我們趕快的成功 因為我們已經付出了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正在實踐 再繼續接著說 我告訴各位的不是為了賺錢 而是告訴各位要怎麼樣 才能夠決心解脫而已 我們賺錢也只是順便 然後去實踐一個政策而已 所以說我的重點在於說 我說這個世界上有四種人 那第一種人就像是這個馬一樣 我來將人當作馬來舉例的話 就像是說 有一種人 他那個主人騎在這條馬身上 那這條馬馬上就能夠知道 主人想要去哪裡 所以這個馬自然就會跟順從跟著走 所以說這個馬 他就是不用別人叫他 也不用用神鞭去鞭打他 那麼他自然就能夠理解主人 到底在做什麼 那第二種馬就在於說 他無法去理解主人到底在想什麼 但如果說你用這個馬神 用這個鞭神 這個鞭神只要稍微碰到這個馬的毛 那這個馬才知道說 你到底要怎麼做怎麼走 那怎麼去奔跑 那方向在哪裡 那第三種馬在於說 你一定要用這個毛神 碰到這個馬的毛 這個馬還是不知道你要去哪裡 所以說你要用這個鞭神去鞭打他 鞭打那個馬的時候 這個馬才會去知道說他往哪裡走 第四種馬 你連鞭打他 他都不知道你要去哪裡 除非說你要一直很用力 打到這個皮開肉戰 那這個馬才會真正的順服你 他才會真正的去往這個地方去走 所以說有此可知 這是無上真理真諦 就在於說 第一種人是智慧最高的人 那智慧最高的人 只要我所講的法 他馬上就能夠相信幸福 那第二種人就在於說 第二種人就在於說 如果說單純聽我講話 或說各位觀眾朋友們 單純的看我的影片 那麼你們還是無法相信 你們還是無法去實踐 跟隨於我的話 那麼如果說當我帶設備讓你們看到 或說有人來到我們陽明企業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們的心就會開始動搖 他們就會慢慢的開始相信我 那麼第三種人 連來到陽明企業都不肯相信 就是那種死都不相信的那種人 他們就只能經歷過重大的打擊 他們才能夠來到我們陽明企業 比方說像是馬社他們在學校上課犯的痛苦 那麼他在學校上課很痛苦 他們看到陽明企業這麼的爽 這麼的自由 這麼的輕鬆 能夠每天待在辦公室裡面吹涼風 那麼他們就能夠想要進來 最後講到第四種人 第四種人 就是已經走到死路 就是他們自己不想來 然後他們已經找到死路 或說他們已經人生已經毀掉 然後他們已經無路可走 他們才選擇來到陽明企業 由此就能夠詮釋說 為什麼說有些人相信陽明企業 有些人不相信陽明企業 有些人不想訂閱 有些人想訂閱的一個差別 所以說這集就講到這邊 就是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自己也能夠審視你們到底是哪一類的嗎 這集講到這邊各位觀眾朋友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